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65线的快速道路快速公路能够早一点完工 所以今天一天都没有让民众给 昨天晚上还把所有的工地整个都顺过一遍 觉得万无一失那才可以通车 你看原来预定六年盖的省道上的围桥跟旧桥 本来缩短到三年 我到了以后告诉毛部长讲两年冷离 那他就毛起来了 两年不到还省两个礼拜 47座完整无缺统统提早通车 所以我相信这条条路乃是新北市民最攀望的 这一段一座那就刚好 三一围是五谷到新庄的中正路 那今天是跳过中间一段 是板桥的县民大道 现在应该叫市民大道了 然后到了土城的国道三号的土城交流道 刚好中间剩下新庄中正路到板桥的县民大道 然后这条完全顺畅了 新北市就不得了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配合大台北都会区 所有民众共同的期待 希望我们交通部门跟所有的单位都能同心协力 早日让工程如期如值完工 谢谢大家 祝福各位健康愉快 万事如意 谢谢 谢谢